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天,纯泽惊异的发现 自己脏兮兮的书包里居然多出了一百万信钞 这一百万是请你听我讲完以下内容的费用 看到女主,纯泽吓得立即跑出了窝棚 却在看到满书包的巨额钞票后停住了脚步 那里是九千九百万 和你手上的钱加起来总共是一亿 如果你能在爱情游戏中顺利通关 这些钱便是你的了 纯泽狐一的看着女主 女主播放了纯泽翻垃圾的视频 只要你在一周内让一个人像身为流浪者身份的你求婚 就能获得一亿奖金 见纯泽摇头拒绝 女主道 流浪者的日子很艰难对吧 饥寒交迫,毫无尊严 难道你不想让这笔钱摆脱现在的困境开始新的生活吗 在女主的劝述下 纯泽终于决定参加游戏 她在街上寻找着可以帮助自己完成游戏的人选 这时候一个小伙撞倒了一个男孩 小伙关切的上前询问 男孩却不客气责怪小伙 挡住了自己的路 纯泽觉得眼前这位小伙很善良 便偷偷跟着他来到了工作地点 小伙叫周平 他为人腼腆 不善与人交流 同时更是把他视为空气一般的存在 神秘上次觉得 对于流浪者纯泽来说 他们的要求可能太难了 女主回应道 纯泽发过誓 再也不会为讨男人欢喜而装扮自己 若真有男人爱上他 说不定我们就能看到 几乎已经绝结了的纯真爱情了 而且孤单是最可怕的痛苦 几乎等于死亡 死亡一般恐怖的孤单 爱能拯救孤独吗 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两周后 周平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了倒在路边的蠢子 善良的周平 把昏迷中的蠢子带回家 并被他煮了粥 蠢子饿坏了 狼吞虎眼喝完粥后 又泡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与此同时 一位警官也在这座城市寻找着蠢子 照片上的蠢子端庄秀丽 笑容甜美 究竟是何原因让蠢子沦落到这本田地呢 宇哥我也是很好奇 洗白白后的蠢子很美 周平望着他羞涩的说 如果可以 你就住在这儿吧 养好身体可以正常饮食后再离开 我喜欢有客人来 其实还是第一次有人到我家来 次日一早 体积的周平为蠢子做了走餐 并说晚上下班回来会做晚饭 得知蠢子愿意留下来一起吃晚饭 周平很开心 但周平前脚刚走 蠢子就将周平家翻了个底朝天 他在一个信负中找到几张千元大筹 塞进了自己的包包里 看到这一幕 神秘上司有些失望 意义对他来说太多了 这个女人真是认不清现实 蠢子慌慌张张跑出来 一不留神 将一推车的女子撞倒了 引来很多人嘟嘟 他吓坏了 看着自己的双手 仿佛一起了什么 之后一屁股躲在地上大叫起来 傍晚周平下班回家 发现乌特被打扫着一尘不染 蠢子静静地躲在家中 深夜他小声告诉蠢子 我不擅长和人交往 所以一个朋友都没了 你可以待在我身边吗 我真是太孤单了 说法竟然哭了 准天蠢子换上周平 买给他的白色长裙 气质优雅 周平眼睛都看直了 他切身正在将蠢子约出去散步 周平买了冰激凌递给蠢子 两人边走边吃 同事们看到周平后惊讶不已 没想到他居然和女人在一起 还是为大美女 当晚 蠢子主动将周平叫到屋内 两人正式自我介绍后 睡到渠成吻在了一起 而后 蠢子呜呜哭了 周平轻抚着他的头发 温柔地说 你遇到过很痛苦的事 一直在独自承受的是吧 我们一起生活吧 即使是个很小的家也无所谓 和我结婚吧 蠢子却捂住了他的嘴 拼命摇头 不行 不要 神秘上次有些不解 女主向他解释道 蠢子害怕接受别人的案 即使身下在孤独的找得中 也不想让周平与自己一体 掉进黑暗中无法救赎 次日 周平下边回家后 发现蠢子不见了 白色长裙整齐地放在被子上 蠢子走了 他开始急急地四处寻找 警官带着照片来到周平宫的单位走访 女同事一眼认出了照片上的蠢子 周平终于找到了蠢子 蠢子却让他别过来 周平不听 追上蠢子 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 不跟自己结婚 蠢子立即捂着他的嘴 但还是迟了 有人从背后用匕首刺入了周平的身体 周平留着鲜血倒在地上 蠢子惶恐地大声尖叫 掏出自己防身的匕首 大声质问罪犯 你不是已经逃走了吗 快走开 罪犯走后 蠢子来到周平身边愧疚万分 警官赶来 告诉蠢子 周平的命保住了 原来行凶者是个跟踪狂 曾经杀死了想要和蠢子结婚的男人 警方却没能将他抓住 为躲避罪犯 蠢子换了完全不同的工作 新的恋人向他求婚 不久 罪犯又杀了他的新恋人 为了不让男人接近自己 蠢子故意做了流浪汉 警官感到很抱歉 让他们能早点抓住罪犯 就不会出现之后的事了 游戏失败后 女主带着鲜花找到蠢子 欲众心诚地说 逃避的爱是无法战胜大爱的 你的爱和周平的爱加起来 一定可以超越被罪犯诅咒的爱 而你欠缺的只是勇气而已 蠢子追追不安地来到医院探望周平 很愧就将他卷入了这场劫难 却始终没勇气说出对周平的爱 愧疚地转身离开 周平却叫住了他 忍痛做几事 我不怕 我会保护你的 说吧 周平拿出一枚钻戒 求蠢子嫁给自己 蠢子感动得泪流满面 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有时爱也能战胜那些残酷的试炼 但这一切都需要对这份爱情 有一颗无比坚定的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段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线已提前上下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